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敬礼 顶礼决姓 自明三身尊 三 树意 伯将开示 身法寂静 愤怒尊 秘义自解 终之 直指决姓 赤裸现见 自行解脱 如是直指自己决姓之法 有人善男子 应善自领悟 三位眼 家 家 家 四 直指心姓 决 明 现 爱马火 其在 一心之内 圆满包容了轮回与涅槃 他的本性无始极然 而你却不知道 明和觉从未有间断 而你却不认识 他处处皆无碍显现 而你却不了解 因此 为使你能了解心性的本面而做开示 三世诸佛讲说了八万四千 无量法门除了觉悟此性外 过此说者 福未曾说 经典变满虚空 不可计量 究竟教会只有直指觉姓三句话 此限量直指诸佛之秘义既无前行 也无后修导入之法即此而已 五 一心皆哈 有缘弟子且地听 所谓心者颇为广泛传播 而生响亮 但对此性不了解或谐解和了解片面 由于未能正确如实了解之故 虽产生了无量的宗派之学说 而一般平庸士夫 未无此性 对自己的本面自己不知道 故不断流转于三界六道而受苦 他们皆因不误自新本性而成过 烦恼的声闻 读觉 直了无无我的一面 虽欲求正悟 而不能如实得悟 其他因受各自宗派和理论束缚 不能见到新的光明 烦恼声闻 读觉 执着能锁 而成障碍 中观 执着二地边界成为障 下三瑜伽 执着观想 念诵成为障 摩合阿鲁 执着界绝成为障 于无二一分之为二而至五 若二不能融合为一 不能成佛 因为皆是一心 轮念本来无分别 若去断离取舍 仍流转于轮回 因此现将所作法事 一起放下 只是你一切精华 及此赤剑决性 自行解脱之法 当你悟到一切法本自大解脱 则之大圆满 是圆具一切 三瓶 加 加 加 六 明相 称之为新者 就是那明明了了 说存在 它却没有一法存在 说根源 它却是轮回苦 与涅槃乐 重重生起之根源 由于对它的见解不同 是有十一圣门 从明相讲它有无穷的名称 有人称它为心性或本心 外道则称它为犯我 声闻独厥 则称无我教义 为世家称之为始 有人称它为般若到彼岸 有人称它为如来藏 有人称它为大手印 有人称它为唯一名点 有人称它为法界 有人称它为一切种 亦有人称它为平常性 七 明空觉性 现在为你直指进入觉性之法 有三要 过去之念不留痕迹而明静 未来之念未曾生起而鲜结 现在之念驻于荡下 心静不休整造作 即此平常的绝了之心 若自己对自己做赤鲁观照 观之并无所见 唯有明明亮亮觉性 限量赤裸裸地显露出来 并非任何时程 唯有空空洞洞 这明亮和空洞不二闪闪发光 它既不是常 非任何所成 亦非是断 然有光明灿燃 其存在非单亦存在 而是多众均能绝了和显明 也并非多众所合成 而是不可分割的独具一味 总之 这唯一的自觉性 绝非是从它而有 如此方式直指事物的实际情况 八 三身 在一觉性之中 三身无别而玩具 因它什么也不生 是空性法身 它的空性 本光明亮 是暴身 因它能无碍显现一切 是化身 三身是源具于 一心中之体性 九 本来新性 尽当用强制直指之法 引入此性 你的当下觉性 原本就是如此 它是那不造作而自明 怎么能说你不了解新性 对此觉性 本来无可修持 你怎么能说修持莫有成就 既然你的本觉限量 就是这一念 你怎么能说你找不到自己的心 就是那个觉名 本无间断 你怎么能说未见心之本面 心之思维者 原本就是它 你怎么能说找不到那个动念者 对它没有任何可以做的 你怎么能说做而无的 本来不需修整 听知认知就可以 你怎么能说无法进入安静 你只要无为 无作 完全放下就可以 你怎么能说 对它无能为力 觉 明 空 现 三者 本是无别原成 你怎么能说修之法而无成 本觉是无有因缘 自生原成 你怎么能说 不能努力精进 念头 是荡下升起 荡下即消 你怎么能说无法对质 荡下的本性就是如此 你怎么能说对它不能认识 十 心性欲 心性真的是空气无根 自心无实 犹如太虚空洞 似于不似 不妨观察你自信 不是空性断离之间 那自然智慧真的从本即是光明 自然智慧本身如同太阳的核心 似于不似 不妨观察一下自信 绝性智慧真的相续不断 相续不断 好像江河流水不停 似于不似 不妨观察一下自信 隔中念动 真的不可认知 妄念无实 好像空中微风 难以捉摸 似于不似 不妨观察一下自信 外境所现真的就是自现 外境自现 好像镜中反映影像 似于不似 不妨观察一下自信 一切有相真的都是自行解脱 自起自消 好像空中云彩 似于不似 不妨观察一下自信 十一 心外无法 不属于心之法 非别有 除心而外 哪有能修 何所修 不属于心之法 非别有 除能行持 何所修持外 哪有其他存在 不属于心之法 非别有 除所守三位界而外 哪有其他存在 不属于心之法 非别有 除所正果而外 哪有其他存在 再三观察 仔细观察自己的心 十二 性光 当你外观虚空时 而性这时 已无妄念启动之残余 你又在观自心时 亦无妄念启动 知启动者 那摩 无染的心性 清静而光明 这就是你的本觉 光明空气之法身 好似无云晴空 升起的太阳 虽无形象 却能明确地知道 对于此义物与不误 差别极大 十三 自生 从本未生 而是自生之光明 这是觉性的婴儿 可是却无父母 真稀奇 这觉性谁也未造 而是自生智慧 真稀奇 他既无生 也无由而灭 真稀奇 他既限量 而明在 却无人能见 真稀奇 纵然流于轮回 也不变坏 真稀奇 纵然成佛 也不增好 真稀奇 他是大家都有 却无人知道 真稀奇 你还遗忘在他处的国 真稀奇 他就是你自己 去别处寻找 真稀奇 十四 见 这个当下的本觉 明朗而无实质 仅此 极是无上的知见 他是无缘的包容一切 而是又离一切 仅此 极是无上的观修 他无造作 是世间放任无拘 仅此 仅此 极是无上的行持 他是不求 而从本 既是原成 仅此 既是无上的正果 十五 四胜 只是无物之四胜 见解 不错之大胜 即此当下的觉性 本具光明 因其名而无物为之胜 观修 不错之大胜 即此当下的觉性 本具光明 因其名而无物为之胜 行持 不错之大胜 即此当下的本质 本具光明 因其名而无物为之胜 国为不错之大胜 即此当下之心 本具光明 因其名而无物为之胜 十六 四胜 今开是不便意之四胜 所谓见地 不便之大胜 即此当下的觉性明亮 三是不易 故为之丁 所谓见修 不便意之大胜 即此当下的觉性明亮 三是不易 故为之丁 所谓行持 不便之大胜 即此当下的觉性明亮 三是不易 故为之丁 所谓果为不便之大胜 即此当下的觉性明亮 三是不易 故为之丁 十七 无作之事 三是易如之要门 过去之计不追 抛弃过去的观念 未来不赢 断绝一时的关联 眼前念起 不知不取 心如虚空 既然无法可修 则什么都不修 既然无可散乱 则坚持不散正面 在此不修不散的状况中 只用赤裸观照一切 你的觉性便本知本明 光明灿燃 当它升起时 则称唯普提心 觉性 因无所修 则超越一切所知境 因无所散它的本体 澄澈光明 现空是本自解脱 明空视为法身 一旦悟到福道之中 无可修习 即此时 便现见金刚萨朵 十八 无见 下面开始 把六种边见 推到穷处之教授 不论不同的见解 既广且凡 你的本决心性 是自然之 它是莫有能见 和所见 不管见与未见 而寻觅那能见者 连求见者 自己也找不到 此时便是把边见 推到穷尽处 见之底蕴 就到这样的地步 见和所见 什么也没有 若不落于 根本无有之断空 这当下的 觉性明明 寥寥 便是大圆满见 对此 物与不误 并无分别 诗教 无修 不论不同的观修 既广且凡 你的本决心性 平常一样的通透赤裸 能修和所修 并无分别 不管你修与未修 而寻觅那能修者 若是找不到那能修者 这时便把观修推到穷尽处 修之底蕴 就到这样的地步 修和所修 什么也没有 若不落于散乱 昏尘 和调举 这当下 无造作的觉性 明明了了 便是无作平等三摩地 入定 不入定 并无分别 二时 无形 不论不同的 行持 既广且凡 你的本决心性 就是唯一明点 并无能行 和所行 不管行与未行 而寻觅行者 若是找不到那能行者 这时便把行持 推到穷尽处 行之底蕴 变到这样的地步 从本以来 就无能行所行 若不落于迷乱的习气 当下之心无造作 明明了了了 切勿去做修整和取舍 这样便是清静行持 清静不静 并无分别 二十一 无果 不论不同的 果位 既广且凡 你的本决心性 就是圆成三身 并无能正和所正 若是寻觅能正果者 却找不到那能正果者 这时便把果位 推到穷尽处 果之底蕴 变到这样地步 无论神魔果 皆正不得 若不落入挂虑和取舍 这当下的决心 自明圆成 了无宪正三身 仅是自己所惧 即此便是 本来成佛之果 二十二 中道 决性 是远离断肠八边 不多任何一边 才为之中道 决性 就是那决念 恒常不断 空性 乃决性之核心 是故则称之为如来藏 若明了此意 则超胜一切 因此又称它叫 智慧道彼岸 超越思维 从本离编故 是故其名为 大手印 这件事物与不误之差别 它是伦涅苦乐 一切之根 故又被称为一种 阿赖业 它在安住 无改平常之位时 极此清楚 明亮的觉性 故又称为平常心 不论安它 什么美妙的名称 实际就是 当下的那一点 灵之而已 二十三 物外求 除此以外 还有什么 更好的可以追求 比如像在家中 而外出追踪 即找到三千大千世界之顶 一无可得 除心而外 再无别佛可求 若不认识心 而向外持求 如身外去找自己 怎能找到自己 好比一个傻子 进到一大群人中 为热闹的场面所获 而忘失自己 由于不认识自己 而去它处寻找 误认别人是它自己 同样 如果不知万物的本性 不知外境 原来是心 而仍误入轮回 不见自心是佛则 仗涅槃 所谓轮回与涅槃 全凭 绝明与无明 就在沙那一面 二者并无分别 若还以为存在 于心外是迷雾 你与不迷之体 都是一个 一切有情的相续心 并无有二 不需修制 自然放下 即可解脱 若不觉悟 这迷雾之性 出自自心 你便永远不能了悟 法性实际 二十四 空欲 自己应当绝照自己 那自起自生者 这些镜像起初 从何生 终住何处 最后归何处 若加观察 如井中的鸭影 乌鸦从井飞去 出井外再无其他 同理 镜像 表象 皆是由心所生 即从心生起 又由心中而散失 为此心性 是尽之尽绝 空而起名 从本就是明空无别 犹如虚空 自然智慧 限量的光明中 确定一切 这便是他的法性 现有一切是他的表象 然而他又是均在心中觉知 因此 悟到这个心性是绝而灵明 犹如虚空 但心性表示如虚空 只是一个比拟 是一个暂时的片面表权 因为心性有觉性 空而无所不明 虚空却无觉性 只是空而完空 因此 心性的实际 不能以虚空作辟 总之 要无有散乱地 安住本人便是 25 表象 心境 这些世俗境界的各种现象 莫有一个真实存在 皆会消灭 比如现象界中的一切伦念法 只不过是唯一心性的表象而已 何时心性有所改变 则生起外境改变的表象 所以一切皆心之表象 六道众生 只认取各自的境界 有些外道 则见为断肠二分 逆法九生中 各个见各自观点 故所见不同 例说也就各异 由于所知各异 分别单注而迷乱 你若觉了一切 静相皆为心 虽见表象 不知不取 这便是佛 26 一切皆心 竟 向由于执着而起错乱 你若是了知执着的念头 就是自心则当下自然解脱 一切所现 只是心的境界 外气世间陷为明顽之物 意识心 内有情世间 陷为六道众生 意识心 陷为上界天神安乐的境界 意识心 陷为三恶道的苦恼 意识心 陷为无明烦恼三毒 意识心 陷为自然智慧知觉性 意识心 陷为善念涅槃 意识心 陷为魔鬼作杖 意识心 善陷为佛神何悉地 意识心 陷为各种清净境界 意识心 陷为无分别专意而住 意识心 陷为形象颜色之万物 意识心 陷为无相离析境界 意识心 陷为一多不二 意识心 陷为非有非无 意识心 所以没有任何境界 不属于自心 27 赤简觉性 心性不灭 任何境界都能陷起 虽然陷起 亦如海水与波浪 并无有二 固在心性内解脱 所力不灭 任何名言 皆可安利 而实际呢 心只有一个 即此一个 也是无缘无根 从任何一边看它 什么也看不到 不见实法 因此也无任何存在 但也不见虚无 而是绝了 和光辉灿然 它更不是个别差异 而是明空无别 当下自己的觉性 光明朗照 即使如此 而仍无存在的主体 虽无自性 而实修则真有绝寿 只要能真实证悟此性 则一切都将解脱 因此 在根上 并无利盾之分 如菜籽 牛奶 虽以油作为内阴 若不挤压 怎么能出油脂 一切众生 虽真实具有如来性 若不修正 众生如何能够成佛 肯修正 即牛郎也可误导 虽不会讲理 仍能从限量中 得到肯定 如亲口尝过唐的滋味 哪里需要他人解说 其中滋味 不了物真性 即使班哲达 亦会声迷乱 不论他博通 九圣的道理 缺乏现见 而去求遥远的传闻 虽差那意味 接近佛道 一旦觉悟此性 一切善恶 荡下清静 若不悟本觉 则所造 任何善恶诸事业 皆是积累上升 天界 和下夺恶道的 轮回之业 若是了物自心空会 则全无善恶之可得 如同虚空的空中 积不了泉水 所以空性之中 无功德与罪业积存之境 因此要赤见自己的 本觉限量 这赤见自己 是何等奥妙 事故必需求 物此自觉之性 密奥封建 二十八 介于奥妙 直指觉性赤见自己 为利益后来 着实有情故 将所有续经 叫赤和药门 凡以所知者 都简单地扼药而书写 现在传授 或做浮藏隐藏 发愿使未来有原者 能遭遇此法 三位页 假假假 此开视觉性限量之注数 名为赤剑自行解脱 是乌金教主 莲花生之所作 愿直到轮回 未空之间 力生无界 短白 但是 漂亮 简单地扰 堂